是紅信要講 Linux Odyssey 紅信有在現場嗎? 有 好 那你有簡報嗎? 有 好 因為沒有放在這邊 你要趕快放嗎? 對 好 那在紅信放簡報的時候偷看一下 下一個是Gitcoin Grants的 是Stanley和Doni要記得準備喔 喔好 我有看到人了 好 那在這個時候也提醒大家就是 其實Present的Sort已經開始搶了 所以如果你有成果要報告的 趁這個時候趕快去搶Sort 不要到時候回過神來 就已經沒有Sort可以分享了 好 那我們再過10秒鐘 就開始 好 那我就把麥克風交給紅信了 好 那麥克風交給你了 好 大家好 那我是紅信 今天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Linux Odyssey 我們這個網站是怎麼開發出來的 好 那首先我們就先來直接看一下我們這個網站用起來是什麼樣子 好 那我登錄一下 好 那我登錄一下 好 那我登錄一下 好 所以說 這裡可以看到我們有設計的一些 哦 太好了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是我們現在有的一些教學關卡 然後 然後 哦 好煩喔 好 那這裡可以看到 呃 這邊 好 第一關是這個中端機的基礎姿勢 好 接下來就是一關一關 讓使用者慢慢破關 那我們可以點開看一下它的介面 那開啟這個畫面的時候 左邊這邊就是使用者 他會有這個這個關卡的一個說明 告訴你說這個關卡他的遊戲目標是什麼 然後 接下來中端 這邊就是中端機 所以就會開始使用了我們第一部 Echo Start 那當你在中端機裡面輸入了 呃 我們特定的指定的時候 他就會觸發劇情 他就會開始跑出劇情對話 那就可以在 我們就在這個過程中去教導使用者 怎麼去使用中端機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那個Linear Odyssey 大致上在做的事 所以說 我們今天這個東西怎麼做出來呢 它的架構其實有一點複雜 首先呢 那就是我們 呃 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網站 它那個中端機 它並不是模擬器喔 它並不是在網頁裡面去模擬 就是你輸入了什麼指令 然後給你的相要的輸出這樣 不是 它是我們實際上在那個伺服器端 我們就去開了一個容器 每個使用者會幫他開一個Linux容器 然後我們用WebSocket 把target 把使用者在那個前端上的輸入 把它直接streaming到後端的container裡面 我們來看這個架構圖 所以說我們總共分成 browser端跟server端兩個區塊 那browser端這邊 我們frontend是用view去寫的 然後裡面有一個這個terminal的元件 好 那server端中間會先經過一個 用node.js寫的backend的service 然後後面這個 那個node.js的service 它會管理後面很多個 遊玩玩家的container 所以說今天 當使用者開啟關卡的時候 node.js就會在後面去幫使用者建立一個容器 然後接下來就會從這裡 這個terminal這邊就會建立一條連線 連線到這個中環機裡面 那這中環機它是一個全雙公的輸入輸出 也就是說使用者即時打字進去 然後容器裡面的東西即時的輸出 就是即時反應在使用者的那個網頁上 好 那截取指令這一塊的話 則是我們來看下一個 遊戲進程它的流程圖 就是 今天我們有流氧器後端跟流氧容器這三個元件 所以說流氧器它在連線上之後 他們就是直接進入一個全雙公連線 也就是說 流氧器打字 那就會直接打到容器裡面 那當今天流氧器打了一個指令 比如說ls 按enter 在按enter之後 它就會在容器裡面開始執行 然後顯示結果 那我們有去把那個 玩家使用的shell 我們用zshell 然後我們去改一下它的profile 讓它在執行完之後 會去觸發一個 我們寫好的node.js的腳本 去把它執行的指令 還有它執行的輸出的結果 或是錯誤訊息 這些東西 把它用 那個rest API 把它再傳到我們的後端 所以說 這邊 容器它就會把指令跟執行結果 把它傳到後端來 那我們在後端收到了 使用者輸入的指令之後 我們再去比對 它的關卡資料的內容 看看它有沒有破關 那如果它有通關的話 我們就去向那個 容器這邊去發送劇情對話 然後在那個容器裡面 用程式把它慢慢播出來 然後在播完之後 我們再讓容器發送一個完成訊號 然後後端再發送狀態更新 把它丟到容器裡面去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部署架構 就是 我們剛才看到了三個原件 它基本上都是被包在一個 Docker Compose的環境裡面 所以說 我們有一個後端 然後 資料庫 那 我們在Docker Compose裡面 有放一個 NG的Server 去做reverse proxy 然後我們把前端 會先 譬如成靜態檔案之後 讓這個NG的Server 直接去Serve它 那 所以說這一整包東西 是我們專案本身提供的 就是它本身提供你 你只要Docker Compose up 它就會把這一整包東西 給拋起來 那 事後你要部署的時候 你只要前面再開 其他的 webserver 你要我們自己用NG 然後再去做一個reverse proxy 那就可以把我們這個網站 給部署起來 就讓 部署相對是非常單純的 那我們的 我們同時也有做個管理員後台 那他會去直接讀Database的資料 就是顯示 就是現在的註冊使用者的數量列表 然後還有一些他們開啟遊玩的列表 還有一些數據分析 像是我們可以去看 各關卡 他的通過率 的資料 好 那 我 今天準備內容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呵呵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討論的嗎 請說請 請說請 用者的實驗體驗是到 今年是八個 會不會我 會換個 誒你可以試試看 你說什麼 你說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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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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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喔,欸我還不知道Health Base可以畫圖 應該是沒有那麼進氣啦,不過那個線可能 不能規定它都能這樣 喔,OK,謝謝你的分享 感覺蠻有趣的 時間剩一分鐘 還有什麼問題嗎? 平常有這樣CTM的表現 對,對,其實這個蠻大的啟發就是從CTM來的 他會想要往這邊走,就是題目設計嗎? 題目設計,其實這個平台它非常flexible 就是你想要拿來做什麼的都還蠻很有彈性的啦 但我們目前,我們團隊自己設計的課程會先主要以面向初學者 對,就是以初學者為導向,不會是往這個專業人士為導向 好,謝謝 謝謝 我覺得宏信學了一個很棒的project就是 當然,呃,對 如果,雖然是以初學者教學為導向 但是如果不小心變成就是打網站 打伺服器教學 可能也是一個特別的方向吧 對 那,呃